這球打得不錯 在中間方向掉下來形成的安打 這場比賽的第一章打是由洆湞所擠出 也是在高的位置這顆速球掌握住 熟悉的話就是這個位置 今天摩承勒在面對右打者的時候 用的還蠻頻繁的 這球打得非常棒 直接穿到了中外野 而且通過二壘之後的洆湞 上到了三壘 就是剛剛所提到 即使球數是投手領先 兩好球一壞球 那今年的戴裴鋒面對左投手 還真的很不一樣 突然塞速球進來 裴鋒完全掌握住 這一球打得很紮實 北梁出局 洆湞的跑壘 也很清楚喔 繞壘過後就往三壘 賽前有下過一陣雨 掌握住機會 這一球有機會嗎 這個距離很尷尬 讓羅來西安打 有打點 球穿向三壘 爆傳球 對 死球狀態 所以強迫進壘 雙方現在立刻打成了平手 真的沒有想到 楊敏儀 在義軍的第一打席 安打在打點 而且呢 因為對方野手的爆傳 還多得了一分 棒子都打斷了 重要的打點打回來 對 那顆球應該會被球團給收回去 那現在古舟寶教練呢 要出來認知一下 剛剛這個推進 三壘 推進回本壘的這一分呢 是引用的規則是要看什麼樣的位置 我們再來看相對位置 這個球打出去之後棒子斷掉 打在棒頭上 但是呢 因為距離不夠 反而成了一支德州安打 主要是後續的傳球 比較滑 六球 進到死球區 雷神很明確地就做出了 進入死球區的判決 現在雷神在開會 會上 自然打第一分 打